调局,在这一次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假讯息的部分 假讯息的部分呢,我查了一下司法院的判决 这个有,在司法院判决有390件 那不罚的高达91件,也就是大概四分之一的部分都是不罚 那司法院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跟这个警政署啊,或者是这个警方呢 有给他们一些的法学的教育 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会浪费社会资源嘛 第一个,浪费社会资源,然后司法资源 然后让这些的被查的人呢 他感受到是被查水表 对他们的心理的压力呢,其实也是很大 所以这个我要特别拜托司法院 待会你回答,我先让你有点时间准备 待会你回答我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到底有没有跟警方有沟通过了 那我要请教是调查局 就是说调查局,您在这个地方在查这个假讯息的部分呢 你对于老百姓跟对于行政单位是不是一致的标准呢 是还是不是 跟委员报告 不是,你只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就好 只要符合假讯息那个恶假害 你在调查的时候 你在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对老百姓跟对行政官员是一致的标准 是还是不是就是啦 跟委员报告 我们侦查犯罪 只要是涉嫌犯罪 我们标准都是一样的 标准是一样嘛 所以那我请问你一下 我们在最近啦 其实在这一年当中 比如说包括外交部反击网红啊 这个你知道吗 媒体上面也通通都有 他明明是救出这个台人 然后呢这个这个外交部呢反击 这个反击讲说这个bump他是假讯息的 这个你查了吗 这是第一个你查了没有 还是说你因为他是行政单位你就不查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卫福部长 他以前陈部长 他以前说他买不到疫苗 这个这不是也是假讯息吗 然后就讲说这郭董的BNT啊 他是过期评啊 这些的假讯息 你哪一个案件我刚举例的 我还不讲其他的 我刚举例的哪一个案件 你调查了 包括陈时中讲说买不到啊 包括他讲说是过期评啊 这些的案件哪一件你查了 文委员报告 你只要告诉我哪一件你查了就好了 因为时间到了主席都站起来了 你告诉我刚才光是我举例的 你刚前面告诉我你的标准是一致嘛 那光是我举例是最近的这一年的东西的 这些的假讯息从行政单位出来的假讯息 哪一件你查的你告诉我呀 跟委员报告 有没有吗 刚刚就讲这几例的里面 这些假讯息哪一件你查了 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假讯息当然要需要判断 不是那你要 你要查才能够判断啊 你现在的标准是说 碰到行政单位的 你不查就知道它不是假讯息 然后碰到老百姓的呢 你要继续的查 查完之后 临辞它之后 最后面你才判断说 原来它是假讯息 然后你再提起 然后这个司法院再做一个判决出来 91件里面它是不罚的呀 跟委员报告 行政机关它本于它的职权 它所做的对外的宣誓 如果有错误的话 他们自己会做澄清 所以简单来讲 今天中华民国是两套标准 只要是行政单位 他自己做的澄清 那老百姓澄清可不可以呢 你的标准怎么会这样子呢 老百姓可不可以自己做出来 做澄清呢 你的案件里面做出来的讯息 老百姓澄清不可以 行政单位澄清可以 这个我们现在中华民国 还有法治吗 民众他如果自己发讯息 发错误 他有做澄清 不符合恶假害的要件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今天有这个情形 390件 91件不罚 我还是按照实际上面的案例哦 那个李贵民委员 我想请那个调教局王局长 针对刚刚那几件 那个处理情况 还是要会后跟李贵民委员说明 那那个外交部的部分呢 对于这个新南向的这些的情形 然后在第一个时间网红出来 说讲这个柬埔寨的事情外交部就出来立即的一个反击 这个有没有跟这个内政部或者是警政署有沟通过 我是想知道行政单位的横向沟通有没有问题啦 报告员那个在当下是没有 但是我们在事后都有在 因为事后我们有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那这个现在我们都经常性的 包括经济小组 那那个我请问一下这个警政署署长啊 因为社为法规这个你们管嘛 那社为法呢署长你知道就是说 署长你知道你知道说这个 以这个假讯息 以假讯息你处罚的案件呢 有这个三百九十件了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进系统的司法系统的有三百九十件 但里面不罚的案件呢就是有九十一件 所以简单来讲大概四分之一的部分是不罚的 我请问署长这个的相关的教育 有没有在内政部里面或者是法务部里面 或者是即便是司法院里面 有没有一个对警员的对于存储的这部分的 这个教育训练有还是没有 所以委员有还是没有有有是我们 那为什么如果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训练的 一个情况之下呢 还会这个不罚的比例这么高 当然我们收证的事证就送给不是哦 是你的构成要件根本都不存在 我们认定是恶假害才有才会谁才会 你认定的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署长我要拜托你听一下 你认定了之后司法院出来的判决里面 有四分之一不罚嘛 所以你认定的部分错误的比例很高嘛 所以我才讲说你的这个训练的部分是 我再请问另外一个方式哈 那个署长啊 如果说这个民众啊不小心有一些的讯息是错误 可是他出来这个厘清了 可不可以啊 你会不会处罚他 这不是我的处罚 我跟委员办公 我们是 不是嘛 我问你就说你 你比如说你现在 是检疫情嘛 那检疫我们是恶假害的药件 然后我们就移送也有地检署 是啊 你为什么要闪避我的问题 我刚不是告诉你说有390件 其中91件的部分是不罚 我们分析完之后再跟委员报清楚报告了 因为有些 不是我现在不是问你建树啊 我现在问你的态度 换换这个 那个部长没办法 因为你的属下不回答 我要特别拜托你 等一下等一下部长 我再重新讲一下这个我的问题啊 行政单位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是中华民国的行政单位行政院 对不对 内政部嘛 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的标准是全民一致 还是是会分 还是会分说 你决定什么人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不会这样决定 不会谢谢你 所以简单来讲 没关系我还没讲过 不是不是 部长 在问他们在构成要认定 跟访问是有落差 大家可以再来 部长对 这个是我咨询的时间嘛 好不好 你待会下 你下了咨询时间 你也跟我聊天 我欢迎你 但是 但是因为 因为你用了我的时间 抱歉 我要请问的就是 那既然是标准一致的话 那你对于行政官员 就是说 假讯息的来由 是从行政单位出来 跟从民间出来 这个标准是不是也是一致 不是是不是一致啦 部长 你就回答我 因为我还没有问到 我又问 因为这样出现也有公平 我还是要必须 原由讲清楚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那基本上 部长 你这样子我就必须要请主席说 时间暂停 他会妨碍到别人嘛 不是啦不是啦 你现在标准对于行政官员 放假讯息 标准当然是一致 标准当然是一致嘛 标准当然是一致 好 他放的讯息是假讯 柬埔寨的事情 很明显的是柬埔寨 但是外交部出来做了 厘清了哦 那外交部出来做了厘清之后 然后就是 这个就就没事了 所以他不是假讯息 所以我现在请教你说 一般民间啦 如果他不小心发了一个讯息 是假讯息 他也跟外交部一样 不是 你让我问问嘛 他也跟外交部一样 他就出来厘清了 这样子 你还会不会用假讯息 侦办他 所以做了这二假害的二 像刚刚提到的 也许就是他们的认定上 没有这个二嘛 所以二假害三个要件嘛 你会不会 那部长 你回答 或者警政署长回答嘛 简单来讲就是说 同样的比照办理 外交部的一个方式 发了假讯息之后 然后出来厘清之后 就不构成假讯息 这样的方式 对民间是适用 还是不适用 构成要件 一定是一体适用 但是警政 警政单位或行政 他们在认定上 跟法官可能会在 构权要件的认知上 那是我前一个问题嘛 部长 你是法律人 你是法律人 所以你明明知道 你现在回答的答案 是我前一个问题 我前一个问题讲的 我前一个问题讲的是说 有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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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第二问题 就拜托你仔细听 对于外交部 他的这个方式 他发了一个假讯息之后呢 然后事后出来厘清 我只有单纯的问你 同样的情形在民间 如果民众有不小心 有一个假讯息发的时候 他也出来厘清 说我弄错了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讯息 这样子 你还会不会用假讯息办他 所以要看他有没有恶 有没有假 有没有害嘛 如果他没有恶 那当然也许是假 他澄清 那当然没有恶 当然还是不构成 所以要件还是要构成要件去分析 构成要件 那个徐部长啊 你这样讲 我觉得就没意思了 构成要件就在这里 不是不是不是 构成要件在这里啊 构成前夜 构成要件在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众的 所以这就是恶假害要有嘛 你不要讲那个什么恶假害嘛 你的构成要件在这里 你不要再取一个名字嘛 因为我们都是法律人对不对 法律人你的名字 你不会因为你自己给他取一个名字 他的构成要件就不一样嘛 色違法63条的构成要件 就是现在在投影片上面的嘛 他上面有没有恶假害三个字 没有嘛 所以单纯的回到这个法条的部分前夜 回到这个法条的部分 所以有没有足以 这个就是整个状况嘛 那我现在问你啦 我刚才前面就问你说 我来判断执行机关 你现在把案子移送 你现在案子 我是内政部长 我不是警察 我知道 所以我刚才特别才问你 我刚才特别 我本来问署长嘛 但是署长把时间 把他跳到别的议题 我的问题很简单 你刚才前面既然告诉我 所有的标准是一致的 对行政官员也好 对老百姓也好 既然标准是一致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外交部已经有一个先例 在Bump的这个案件里面呢 发了假讯息 然后出来道歉 所以他不构成 所以他不构成 那现在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那你警政署 警政署 刚才部长是因为 警政署署长不回答 那只好你部长回答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外交部没有发假讯息 那简单来讲 你就是假讯息啊 你说人家 哇塞 这位网红 你真的 你真的还是能够张着眼睛说瞎话 我也真的是佩服你 这个地方是在国会的殿堂 如果你没有发假讯息 你又何必跟他道歉呢 对不对 那你今天我今天 我今天现在直接讲了 直接讲 今天呢 在这个调局 我们在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时候 他那个局长还特别提到 他说呢 为什么几个连续的 所有的假讯息的案子 由政府出来的假讯息的案子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没处理的一个情形 据外交部的例 就是因为外交部 已经发了一个厘清的函 所以我只是很卑微的 帮我们的民众请问一下 如果民众碰到类似的情形 他也出来厘清 你办不办他 办不办啊 不是啊 你的署长要先回答 署长不回答 就只好到部长了 那委员报告啊 办还是不办 不是我要说明过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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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问你个案 要请外交部来说明 有没有这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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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问你的是标准 我们现在不谈个案 我们谈的是原则 谈的是标准 我们在国会殿堂里面 不是谈个案 我们受理后 要由法院来裁吧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有没有罪啊 到检疫庭让他来裁 到地检署也让地检署 上一下不然的话 他真的造成扰民 四分之一的案件不成立 四分之一的案件不成立 我们来分析的 不法 所以法学教育做好之后 不要让罗众有认为被查水表的 那个感觉很不好 尤其今年是选举年 就拜托了好不好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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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